因為這一組實在是太短了 所以我們就去隨一下隔壁組 隔壁組有9場 跟大家分享一個遊戲的事情 我差點忘記 剛剛賢秀跟我講的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選手在化妝 我們是先比賽選手先化 所以我們就是A組選手先化完 再換B組 因為我們是兩個兩個化 然後一個人化可能就要化10分鐘 或者是差不多10到15分鐘 差不多一個人 然後B組已經6個人化完了 但是賢秀跟文浩俊 兩個人還沒化到 那比賽就結束了 我只有他們兩個沒辦法化 然後就直接上台了 超好笑 誰知道那麼短 比賽直接 Modu kambi Kojin Arikesumida Kojin 他的意思就是 個人賽怎麼打的方法 已經不知道了 已經忘記了 因為太久沒有打個人的賽了 我也差不多 簡單講 在我們跑跑1-2的時候 我們個人賽的選手會有一個 有點類似LINE的群組 就是所有的選手都會在裡面 然後就會問說要不要跑 要不要跑 然後我們就會有那個8人賽 然後就大家練習搶分 但換到跑跑2的時候 我沒有這樣的群組 就沒有這種個人賽選手的群組 然後 所以也沒有人會問說要不要一起跑 要不要一起搶分 什麼的 就基本上完全不打搶分 完全組不起來 然後像我這個賽季從開賽 就是從預選賽開始到現在 只有一次8人賽是組的成的 所以這個賽季 我也忘記了怎麼打個人賽 第一張地圖 冰河極限競技場 這什麼啊 威爾是飛出來的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威爾 他飛出來的 這是什麼啊 嗯 路線真好 再對推一下 哦 多斬了一點點氣 嗯 可以 路線很好 哇 Striker這個雙踩補的好 要不然他要跳高了 哦 陳兵這個跑法就是 他不想要多擠一顆氣 這要晚開 陳兵這位置蠻好的 哇 浩俊這邊停了一下 但沒停到 嗯 再兩波熟的好 浩俊再兩波熟的好 哇 這邊直接操了 他沒氣 他這邊硬硬 他這邊很聰明啊 他故意放給浩俊過 然後在後面等尾流 這樣的話基本上要第一確定了 啊 會有好衰哦 掉到第八 但這有一說一 這個還不是浩俊的問題 這個 很多人以為是浩俊自己食物 其實不是 他過完這個彎的時候 他被Striker擋了一下 然後又被 錢秀擋了一下 為什麼空白鍵沒用 他過這個彎的時候 被Striker壓了一下速度 然後他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角度就 他用的是原本的過法 但是他已經被壓 速度已經壓了一拍了 所以就撞了 然後後面就被帶下去了 但這樣還有第四哦 感覺還不錯啊 哦哦 還有還有第四 為什麼小胖都這麼衰 沒有 這個是因為他去搶內線 他不搶內線 他穩著 然後去吸那尾流 那就沒事了 陳冰起步這麼好哦 哦 他多擠一顆氣 雙甩 爆尾流 哦 他多擠了一顆氣 他多擠了這一顆氣 感覺 作用不是特別大 嗯 這個內線 走得好 直接7到4 好層面沒氣了 那盧尼應該第一了 尾流 我被 風吹了一下 尾流爆 這很危險 哇 這個雙甩很陡 欸 誰掉了 有人掉嗎 哦 Rooning掉了 哇 這位置很好 這裡要爆尾流嗎 哦 太累了吧 這怎麼過 哎呦 啊 這裡處理不好 噗 這裡文浩軍位置非常好 其實他只要稍微往右靠一點 從這裡飛的話 他這一把基本上第一確定 因為他們兩個都太外 會被文浩軍擋出 但他這裡落地之後 他覺得角度不太對 然後他補了第二甩 但補完第二甩之後 他沒有角度過下個彎 然後這裡又沒有沒有被推到 所以他掉下去 但到這邊還有第四 但是你看 金竹瑩這也直接太內 撞到之後連帶到浩俊 然後直接被彈到後面去 蹦真的是忍住其名 蹦 好這裡 前秀想吃尾流 但是這尾流 既然跟到了 但是距離太遠 被拉開 對 剛剛那把只能說小胖的 的 跑法太急了 搶了內線 但沒有角度可以過 但其實那邊只要稍微繞一下外 就第一就確定 喔 好亂 這隊伍真的在後面很痛苦 有點像森法 喔這把我影響 喔這把我影響 喔這位美滿 他想要多擠一顆沒擠到 我被推了一下 蹦蹦蹦 蹦 欸這裡怎麼會壓甩 欸這裡怎麼會壓甩呢 被推到 喔 嗯 兩個人 這邊誰先進的 我有時候覺得 過這個纜車的判定很怪 後面進的會比較早出來 我在練習的時候就有發現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判定怪怪的 因為你看像這裡誰先進去看一下 我有先進去的嗎 在striker在rooning 你在你看出來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誰先出來的 就是striker先出來的 然後威爾在第二 rooning在第三 有些人會講說可能 在纜車就可以先開氣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誰先開氣 我用一針一針看的 這裡striker還沒開氣 威爾還沒開氣 rooning還沒開氣 下一針 威爾開氣了 striker還沒開氣 rooning還沒開氣 兩針 三針 第三針的時候 striker才開氣 威爾是最早開氣的 快兩針 但你看出來的時候誰先出來 striker先出來 就是 應該是威爾要先出去的 但這裡的判定真的很奇怪 每一次都這樣 我練習的時候也這樣 然後今天我打比賽的時候也這樣 尾流你都已經進去 你都R掉了 怎麼會尾流 不會那個不會有尾流 就是很奇怪的判定 會不會striker有按R 但威爾因為 撞牆慢讀取 跟那個沒關係吧 還是真的有關係 我來看一下 研究一下 反正我現在很閒 沒有啊 其實我看不出來他沒有按R 因為一進纜車不是就開閃了嗎 看一下 看不到啊 對啊 一進纜車大家都開閃了 看不到 看不到 我感覺 我感覺是這裡這裡有判定怪怪的 因為有時候我在第一 然後我還會被第四的超 就是那個距離已經大到 大概是兩三個車身位或更多 但出去就是別人會在我前面 反正這裡的判定就怪怪了 很常這樣 判定都怪怪 我 所以當時看的時候就覺得很可惜 就是這裡我理解 威爾是想要避開車禍 所以他自己走一個右線的路線 但是這裡很明顯走不了右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不是在最前面 然後右邊有四台車 他這樣的話就是對撞 而且是一個人去撞四個人 然後他就根本就過不去 然後直接被魯寧頂到 他直接撞這邊 超慘 他如果跟著走左邊他就不會死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 人可以特地獨行 但是你要做好不被解鎖的準備 你要做好可能會很痛的準備 對 然後這裡前秀就是 一個很好的timing 他這裡抱著尾流 然後一二名在打架 但是這裡很可惜被 陳兵擋住了 要不然他是有機會搶第一的 碰這一把搶的好 碰這一把玩的好 現在上地圖是 密保 不是密保這個叫什麼 城市公路 密保什麼時候出啊 好像跑密保 這兩彎過得不錯 手蠻好的 我 AC2FLY不推上去了 有一所以 AC2FLY這邊位置還蠻完美的 後面打得很兇 碰又上去了 能上嗎 能上嗎 可以 我也是 誰掉了 神兵 神兵怎麼掉的 哦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 可能會暫停一下放一下 暫停一下放一下 大家可能陀雲 忍受一下 這個地方 他 踩歪了 A7FLY在他旁邊 A7FLY想要踩這個欄杆 然後 陳兵已經在這個欄杆路線上 但是他們在空中相撞 然後 A7FLY因為在空中跟陳兵相撞 他踏不到這個欄杆 他掉下去了 但是他被右邊的這個路接住 但是左邊 陳兵 因為在空中對撞 所以他踏不到這個欄杆 他就直接往左邊掉下去了 就這樣 然後陳兵就掰 你看這一組大家就很乖 就沒有人轉 沒有人轉 這一組大家都很乖 這一組就是一個 歸先流的 的對決 你知道嗎 這一組就是都很歸 然後Striker這個尾流 時機爆得非常好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如果我那裡不拚內線 我是不是也有機會 會用尾流戰過他 可是也就只是想想 然後Striker不是拿第一嗎 上一把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選了一個 海兵大盜 這個圖 叫什麼 跑日叫什麼 我忘記了 然後他選了這個地圖之後 然後他選了一個 那個 月石 我整個時候蠻有想法 你要選不如選 那個 狂風之翼 可能我下禮拜 這禮拜就會選 我預計我這禮拜可能會 會 會給大家整一些活 整一些活 反正不淘汰 好這邊都還在第四 哦我掙添已經發了有點危險 賢秀賢秀這邊 到了他的防守環節 欸誰說我整活就不能進 我整活還是有機會進啊 這邊就前面一二三名在打架 威爾有上來了 外側先過 多甩一顆 內天不熟 跟前面尾流 嗯這判斷很好欸 一擋然後這裡爆尾流 喔尾流被被被被 喔齁 這裡是這也是怎麼樣呢 這是威爾要爆尾流了 田秀知道所以他直接壓了一波下 然後去阻擋這個威爾的尾流 沒想到這一組檔有沒有 然後威爾速度變慢了 然後威爾本來要快快撞到這個地方了 但嚕寧比他更內 然後就換嚕寧去死了 這個地方跟什麼有異曲同工之妙你知道嗎 跟這個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沒有 這裡也是本來是江俊宇要死的 只有江俊宇被擋了一下速度慢到 然後然後換成我速度也慢了 然後我就一樣撞這個角 然後就換我死了 有這個異曲同工之妙 不能說不能說很像這樣 只能說完全一樣 然後露尼就死了 然後蹦直接搶內線 喔這個雙甩壓得不好 要不然他好像可以第二 蹦這個這個這個內線如果可以壓死 壓死雙甩的話 威爾就會推他搞不好還有機會上到第一 好 空中也沒玩好 但第五我覺得也不是很差 賢秀這麼敢鑽 這不往回拉就死了 我這一把人都那麼好沒有人要直衝 我們從我們第一組的第一圈開始就會直衝了 但這一組這一組就是防守風格的多 你看這邊也是第一名直接下來停車 停一下 當團體賽來打 這16個就確定 這一組是防守組 我們那一組就是進攻組 這16個快點怎麼死了 他走超級左路 然後 掉到超級右 然後摔位連住 黏住 不是連住 講話有大德斗 雙甩 超過頂一下 超過尾流 直衝 直衝 直衝內線 果然 絕對不是因為我看過 因為他的風格就是這樣 瘋狂衝內線 這才是我熟悉的瘋狗流 然後浩軍這裡吃屋撞了一下第二雕第四 但這個距離還不是很遠 還是有機會想贏 這個內線 尾流不能斷 有 這應該超了 內線 我有這邊沒鎖好 他15了 不過應該 因為他爆了尾流 所以他應該要走內內 然後他甩尾甩太慢了 所以這個瞬間 點數太多了 但這個地方就得好 但到這邊為止就是 一二名在搶 從內線然後加尾流 但這裡15了 如果你這裡還會一個尾流 對我 過了 對我流的 實際非常好 小胖掉到第八也太可惜了 他是哪裡掉的 哦他在這裡被撞掉的 假裝這裡就是搶內線的 但是這裡 這一下太懂了 前面才15這沒辦法 小胖這把是衰 但也怪不了別人 因為他在第二圈原本在第二嘛 自己撞一下掉到第四 所以每一波都是有原因的 你總不能從別人身上找 找問題嘛 你只能從自己身上找問題 像我在復牌的時候 我自己失誤我也會 講說可能在哪裡 可以做得更好 那有些事情就是沒辦法的 那沒辦法 嗯成立這裡失誤 我怎麼覺得B組失誤 有點多 我這裡賢秀斷了一下開 對後面頂了一下 我硬開 完了這邊沒氣了 別人硬開 他這樣一二名要跑遠了 我這裡說我是第二名 我就不會去碰第一名任何一下 我一定是等尾流 有機會過他的時候再過他 然後我跟他呼吸尾流 跟他打一點pass 就是可能我快可以超他的時候 我不超他 然後再 快過他的時候也不躲他尾流 然後跟他講說我們兩個呼吸 後面人吸不到我們 我們就一二名拼吧 我們就一二名拼吧 個人在的精髓 發出友好的信號 沒錯 這裡撞了一下他們 不虧因為有跟到尾流 好 好 浩金這邊在等 他的尾流實際非常好 這邊抱尾流的話可以直接上到第二 如果不碰到任何人的情況下 如果是我這裡我這裡快要等一拍 但他這個處理方法也不錯 上到第一 大家這裡雙甩沒按到 把第一直接讓出來 超級可惜 要不然這一把我感覺文浩冰應該有決定 大家這裡又被推上來了 好 鬼鬼爆 過了 nice 這內線搶得好 Rooning也守得不錯了 但是就是內線沒有夾的夠緊 所以讓對方撞牆了之後 對方還是有角度可以Nine 好 哇這旗袍是 賊慘 前面如果不打架的話 後面很難追 但是如果前面打架的話 這個地魯很好追 哦 多補 因為前面氣不夠 哇 硬擠欸 Acylfly 跑瘋 尾流 可以推 這圖領寶會當工具人嗎 呃 不太會 這個地圖不算典型的尾流圖 因為他算說是 WKC系列的地圖 直線也多 但是他的路線 其實比起其他尾流圖來講 更單一 所以他不算典型尾流圖 我覺得他更像難圖 我靠 我也有這個 也太敢鑽了吧 你怎麼敢鑽內線的 你怎麼敢的 你要繞外啊 嗯 本來浩軍要死了 我也把他推上去 等於說這一波是 這個 這個 那個 就我的浩軍一面 哦呦 這邊撞 但這邊其實 大家都覺得是浩軍自己輸 的確看起來是他自己輸 但其實會失誤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這裡 被striker 被striker壓到 striker這邊沒開氣 然後 他是原本就是很貼的那一種 很貼但不會撞的那一種路線 但是因為striker沒開氣 壓了他一排他已經入彎了 所以他才會撞到這一點點 對 釋出必有陰啊 但有第四還不錯 這邊 賢秀的實際堪稱完美 這尾流根本躲不了 這尾流實際根本躲不了 你看如果如果 往左手的話 他這邊車頭還是僵直 他根本來不及往左轉 再插賢秀就直接貼著撞牆 撞牆跑 因為撞牆也不會掉出 然後如果他手右的話 那左邊就是全空 所以這個時機也是最穩的 然後賢秀摘爾基 nice贏了 然後裁判點一下 然後再次再次把耳機戴上去 比賽沒結束 喔 可以給你選擇一下 好 重新戴上耳機 沒有啦 剛剛耳機帶姿勢 有點不舒服 換一下 然後到這邊為止 今天你看這個分數 除了第一名第二名是比較穩之外 三四五六七名都超級近 都有機會 如果賢秀下一把不結束的話 但因為這把第一次賢秀 他只要選一張安全的地圖 就只要在第六以內都可以結束 所以大家要知道下一把只能往一強 然後他又選了一張相對來講 偽留圖 然後很容易前六的地圖 然後這個地圖 然後這個地圖 不知道怎麼前面這麼亂 我被推兩下 其實這個地圖我也想選 這個地圖算是我最喜歡的一張地圖 但因為他是偽留圖 所以我又有點卻曝 不知道禮拜六聖合組 載荷會選什麼樣的地圖 他今天第一張地圖是選什麼 載荷今天第一張贏的地圖是選兵馬俑 我多練兵馬俑好了 喔 為了這個路線很好啊 這邊我那時候 比如說在練一次 休息室我就想說我想看加賽 我想看共同第四加賽 然後這邊一直在幫威爾加油 喔喔喔喔 我只能說小胖這個地方 撞過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我撞過一模一樣的點 而且也是在比賽 也是在比賽 這邊要把 這邊就 很難了 威爾這邊很聰明你看 你看威爾這邊玩的多好 他是有意識的選手 操作也拉滿 只是他的觀念還不夠好 他這邊兩個氣勢非常夠開到終點了 但是他知道後面前秀可能會爆尾流 所以他這裡壓了一下 停車來慢慢慢慢看 這個我們用0.25看 所以兩個氣勢夠的 然後威爾這裡 壓了一下停車 停了一下 拉開了 大概兩個車身位距離 然後這裡他又晚開氣 他想要停 再停一波讓後面的人推到他 但是前秀這裡角度就沒了 所以他沒停到任何人 他發現後面沒車的時候 他就馬上開氣跑 然後在這邊從左邊拉到右邊 然後再從右邊拉到左邊 去躲這個尾流 他的意思很好 所以說意思很好 他玩的是很好的 但就是差一分 真的啊 如果我所說的 我對這個選手很欣賞 我覺得他的操作上線是滿的 而且也有防守意識 觀念再好一點的話 也就是進八場 然後最後就 賢秀金是穩的 然後bong rooning 成兵 然後呢 再看下一場 我們的聖哲組是誰呢 黃噴是酷 黑噴是賢秀 紅噴是我 然後白噴是金竹英 金竹勇 現在正名叫金竹勇 擋不住了啊不好意思 這個這個這個 rooning成兵 然後A組的三四名 大概就這樣 OK 所以這禮拜六就是聖哲組 那我們今天復盤就差不多這樣結束了 MING PAO TORONTO